哈嘍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彥均 你們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到廣播金鐘的最高殿堂 真的非常感謝每一個完美的好聲音 讓我們度過每一個帶孩子很辛苦的夜晚 先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OK 我覺得人生真的很奇妙 大家好 我從小學老師一直到現在是兒少節目主持人 已經走了十二個年頭了 這十二個年頭讓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雖然我們已經出社會了 但是我們可以在兒童界裡面找到我們自己忘記長大的那一顆心 而且也可以找到最初的自己 除此之外我覺得在小朋友的眼睛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對未來充滿的很大的希望 讓我們在受傷的時候感覺也有被療癒的感覺 今天很榮幸的可以站在這邊當頒獎人 非常非常的開心 廣播是一件非常 我覺得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的節目也有自己在裡面也有配音過 在一個不是在現場 但是又要自己發出一些情緒 我覺得是很累的 而且我常常看到真的廣播人他們 錄完一段廣播是全身滿頭大汗的 透過聲音讓我們感受到你們的呼吸 透過聲音讓我們感受到你們的感情真誠 真的是我覺得有時候也是比電視的主持人還要更厲害 給自己掌聲好嗎 兒童節目獎得獎的是 出發吧 鮮魚練習生 恭喜 有別於一般廣播節目 透過水產練習生 學習修煉各種海洋新知 從每一集的偶像學習 偶像仙師 用心的實地採訪在地職人 練習生清零學習中 讓聽眾身力其盡 台灣四面環海更深入認識魚類的秘密 好 廣播人要自己知道調麥克風 謝謝評審團的肯定 然後我要謝謝京廣的台長 游泳中游台長 還有我們節目課包進那包客長 還有在節目課幫我們看前看後的錦魚 以及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今天特別來幫我加油打氣的家人 有布露海豚 板板跟球球 還有在電視機幫我們加油集氣的同事 同學 朋友們 還要感謝我們請導播給我們一個鏡頭 我們有一個鮮魚加油團 他們特別準備了好多鮮魚的道具 因為我們的陣容非常的龐大 所以我必須把時間交給後面的團員們 來 第二位 首先謝謝每一集都有現身我們水產店的店長 黃智陽教授他也坐在後面 謝謝你 以及我們這一次所有的受訪者 來自台灣第一線的水產工作者 我們從船長 養殖戶 拍賣員 加工業者 漁會到教育推廣者 也感謝漁業署還有台灣養殖業發展基金 會做資源的引建 謝謝你們讓更多人能夠聽見 台灣漁業的用心以及專業 也感謝景廣全國網以及節目課的包科長 給非本科系出身的我上播的機會 以及很大的發揮空間 還有台內很棒的前輩們 希子 賴賴 還有我們同組的夥伴 跟帶我入行的尚恩哥 最後一定要感謝我的家人 謝謝寶寶 媽媽 哥哥 你們給我一切的養分與滿滿的愛 還有最愛我的老公 海苔哥哥 謝謝你總是支持我的任性夢想 在我帶著兩位練習生出訪的時候 一打二把兩個二寶照顧得超級好 讓我可以圓夢 台灣真的有很棒的海洋資源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餐桌上不是只有鮭魚和鱈魚 也希望孩子們可以放下抖音跟小紅薯 我們有這麼多優質的兒童節目 希望一起來收聽屬於台灣最棒的聲音 謝謝 我很喜歡這個節目 他讓我知道了許多的魚 OK 好 謝謝 感謝評審可以讓我得到這個獎 媽 我得獎了 爸 我得獎了 好啦 不說了 謝謝大家 謝謝來看我的每一個人 希望我可以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好 我是高雄分台的樂卡DJ楊純 那我要感謝的是我們的副分台長 以及呢 協助我們錄音的所有的好夥伴們 包含了 板板 球球 海苔哥哥 米粉湯 Emy 亞成 Jackie 尚恩 Kira 丹龍哥 以及林雲如 還有張明德 還有韓國練習生 吳承宇 謝謝你們為節目現身 再來 我一定要感謝現場 我媽媽來了 還有我的姐姐 以及我的外甥女 以及家青 謝謝你們 還有我天上的爸爸 以及我楊家的祖先們 謝謝你給我的一切 謝謝我的老師 慧瑩 還有呢 音樂字典的鄭忠跟玉芳 還有阿摩奈奈雪倫 以及林佑Candy 謝謝 還有無極普天宮的好朋友們 謝謝你們 我是俊少 我要感謝我的爸媽 還有我的老師們 曾經教過的老師 不管是中正或正大的老師 那我相信大家 對於海洋都是很陌生 讓我們一起搜尋 出發法現餘的練習生 然後收聽一起成為練習生 然後展開一場旅行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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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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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